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17集 我是310 好 那么续上一回呢 咱们继续在这个九届之湖探索 这次呢 咱们把这个 现阶段能搜刮到的 除了女武神以外 全部给这个 全收集了 首先是跑到这个 穆斯贝尔海姆这个国度门这 咱们之前上山必经之路上 有一个需要尼弗海姆的这个符文对照盘才能念了这个符文 现在咱们可以去把它收集了 这样的话 九届之湖这个区域就算全收集了 右边这个穆斯贝尔海姆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收集过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这个九届之湖区域已经全收集了 但是呢 九届之湖这个区域 它还有很多这个独立的岛屿 他们的这个收集品是单独计算 所以现在呢 就去一下这些地方 可以看到九届之兵右边已经100%了 但是米德加尔德还有一些啊没有收集期的去把那些没有去的岛和那个去过但是没收集期的那些岛都给搜刮一下 接下来的安排呢大概是 这集完了以后后面两集是穆斯贝尔海姆和尼弗海姆 然后是女武神然后就是最终boss 这里咱们把这个之前没升的这个招式升一升 这招最好是一口气把它升满 这招比较花哨 实用度一般般 然后扔斧子的招式也升了 然后把那个防反的三角的那个浮空也给升 也给升级了 然后把这些这个没用过的这些符文攻击啊 如文符文攻击都升一下 然后用用看这一集啊 免得这个视频都做完了 好多招都从从来没用过 给大家看一看 反正我个人推荐的这个符文攻击的招式之前也都说过了 咱们这边就不展开了 这里主要是试一下这些从来没用过的这些招式 看看这长什么样 然后这集因为主要是搜刮 所以说呢也没什么主线剧情可以讲 基本上就是把之前那个巴德尔的那个故事讲讲完吧 巴德尔呢上次是从这个赫尔海姆回来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从那个那个那个赫尔海姆回来的时候 我们说到这个巴德尔因为众人太多 加上这个 加上加上这个这个洛基使唤 最后是被这个霍德尔用这个胡记生 给一箭给秒杀了 这个时候呢 众人当然是非常惊讶 而且是非常悲痛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举办这个巴德尔的葬礼 可以看到这招非常花哨 而且这招可以快速给斧子充能 因为他可以命中多个目标 短时间内 所以说这一点上还是不错的 这个巴德尔的这个老母 弗利加 重生之后弗利加 也是非常伤心 然后呢 他就想派这个神使 找一个人去这个赫尔海姆 把这个巴德尔的灵魂给找回来 让他复活 那么这个神使赫尔默德呢 就自告奋有接了这个任务 去这个赫尔海姆找这个冥王 Hell 找这个海拉 找海拉把这个巴德尔的灵魂给救回来 他骑上那个众神之王奥丁的斯维普尼尔 巴族骏马就上路了 刚才捡到一个这个叫什么 感觉跟那个伊卡洛斯差不多 有点有点相似 这些招都是近战招 威力还行 但是就是打起来就有点停不下来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藏宝图 这个藏宝图创生之党 之前应该是上一集在铁弯拿到的 但是这边把它挖了 这个布里的储物间这个场景呢 主要是这个藏宝图的这个东西 还有就是两个卢温符温 一个是斧子的 一个是链刃的 但是呢要拿到还不那么简单 还需要稍微解一下谜 这里咱们一边看这个解谜 一边我继续说 然后呢 这个一边这个赫尔默德就上路了 然后那个那个弗利加他们呢 就准备举办这个巴德尔的盛大葬礼 按照咱们中国的设定的话 你想要这个尸体还魂 你不能把它烧掉了吗 烧掉还怎么还魂 当然这个欧洲好像没有这样的设定 烧掉也可以还魂 好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 列维坦的波纹这招有一个妙用 就是它可以扔得无限远直线 这个乌鸦呢 就可以这样打掉 当然你可以站在边上用斧头投掷 多试几次也是可以打掉的 后期还可以拿到一个女武神的斧柄 可以让你的斧子扔出去 没有这个抛物线下坠 这个非常好 对付这种远距离的乌鸦就特别好 这个乌鸦虽然比较远 在石瀑布那边 但是这个收集是算在 布里的储物间这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着讲 那个盛大葬礼 可以说是非常盛大 所有的这个不光是阿萨神族 华纳神族 还有什么精灵族 矮人族 这些都参加了这场葬礼 众神非常悲痛 这个这个 奥丁呢也是 拿出了自己的陪葬品 众神都拿出好多金银财宝陪葬 奥丁拿出了自己的这个 德劳普尼尔 就是一个指环 可以分裂出九个的那个 无限金钱修改器 那个东西给他陪葬 然后索尔呢也非常悲痛 但是他好像没什么东西陪葬 这个时候呢 他发现地上突然钻出来一个矮人 侏儒啊 他就一脚把这个矮人踢到火堆里面陪葬 所以说这个要参加葬礼呢 要注意这个站位 不要站在索尔边上 容易成为陪葬 然后这个巴德尔的老婆南娜呢 也是非常悲痛 他呢在这个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 最后终于死去 没有活来了 直接哭死了 直接哭死了 于是呢众人刚好凑一队是吧 把南娜和巴德尔放一块 送他们上路了 然后呢最后是索尔啊 点亮了这个火堆 然后众人把他们放在这个船上面 缓缓向远处滑去啊 然后那个那个索尔点燃了火堆 这个船啊太重了 相传还找了一位女巨人帮这个 他们推这个船 要不然啊没人推得动这个船 好这边这个 宝箱里面拿到一个叫常刃风暴 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招有点像刚才咱们用的 这个花里胡哨的那个招 啊但是它是自动追踪的 威力也大一点 好咱们这个部里的储物间 这就百分百全收集了 接下来咱们去一下石瀑布 石瀑布虽然在很早之前 接那个巨车陨落的任务就来过 但是现在因为水位第二次下降 这个路出的地方更多了 所以说咱们还可以再过来继续搜刮一下 好那么这个说完葬礼呢 再说这个赫尔默德这边 赫尔默德这边呢 是顺利到达了这个冥界 冥界他跟这个冥王赫拉 海拉 反正是Hell 跟这个赫拉说明了来以后呢 赫拉这个时候 这个巴德尔已经在冥界了 而且是这个受到了这个赫拉上等客人的待遇 给他有一个豪华的宫殿 这个赫拉也很喜欢这个巴德尔留在冥界 这时候赫拉就说 他说你们要这个找回 他的灵魂让他复活呢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得答应一个条件 就是世间万物都要为这个巴德尔的死哭泣 这样的话他才能复活 这样我才放人 不然的话就别想了 那么这个巴德尔同时也建了这个他的灵魂 建了这个赫尔默德 把这个众神烧给他的这个德劳普尼尔那个戒指就还给他们了 然后还把这个包括南娜也在 把这个福利加神后的这个一个毯子也给带回去作为信物 证明他们是确实见到他们俩人 然后这个哈尔默德那就马不停蹄赶回来 说明了这个情况 那么众神下令啊 所有人都要为他哭泣 这个时候 有一个山洞里面有一个女巨人 叫索克 索克是煤的意思 煤炭的意思 他拒绝为这个巴德尔哭泣 因为煤炭他不需要光明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索克其实是这个洛基假变的 乔装的 总之就是有人没有为他哭泣 所以说最后呢 这个巴德尔的复活这件事情 最后也刨堂了 没有成功 好 那么既然这个福利加的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巴德尔就算是正式死亡 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置这个凶手 凶手呢 居然是霍德尔啊 这个众神连这个借刀杀人的骗局都已经不能分辨了 居然触觉的不是洛基 而是霍德尔 可以说这个奥丁王朝遭到这个覆灭也是时间问题 不分青红造败 这边拿到一个国度纯净灰尘 这个也是升级矮人套装的一个重要素材 矮人三件套分别需要三种素材 上一个是咱们在好像铁弯的那边拿到了 然后这边拿到第二个 然后等会再去逛精灵之岛拿到第三个 然后这边这个维瑟加德之前是去过 但是因为水位又下降了 所以说又露出一段 咱们可以进去逛 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他改变他名称 然后向前进去做一个新闻 如果你长久了这样做了 很多次过 你会继续来越南 你会继续来越南 像这个地方 当时我到达 我已经知道 Odin 为了他的名称 所以我认识了我的 我来到他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来这个地方呢 主要也是 不是别的原因 如果是一些普通敌人就算 这个地方主要是 一个是有售瓜的这个棺材 另一方面呢 有一个这个远古诗鬼 这是最后一个远古诗鬼 咱们这个帮人帮到底 送伯送到西 远古诗鬼这一家族啊 得被他团灭了才行 灭族才行 换上这个远古诗鬼的狂怒 对这个远古诗鬼宝具 这是这个整个流程当中 最后一个一共六个 全部杀完的话 有一个工业 也是能换经验的 这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特地过来一趟 顺便还可以收集一个 矮人布朗克的一个对话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说 这个奥丁啊 听闻了这个巴德尔的死 也是非常悲愤的 悲愤交加之中呢 他就做出了一个精神的决定 就是要去强奸一个女的 为什么要去强奸一个女的呢 因为这个 根据女预言家所说啊 女预言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点坑 这个女预言家说呢 这个因为神和神之间是不能互相残杀的 这个巴德尔虽然是被霍德尔所杀 但是众神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去杀霍德尔 那么就要通过借刀杀人的方法来完成这个惩戒 怎么做呢 奥丁去了一个这个北方的一个动土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个老国王啊 这个老国王心头有两件大事 非常苦恼 一个是自己年纪大了 这个周围的国家蠢蠢欲动 想吞并他这个国家领土 他有点这个招架不住了 他另一方面呢 他没有儿子 这个女儿的年纪又大了 这个也不是年纪大 总之到了试婚 试灵 应该结婚了 但是呢 他这个拒绝所有男人 可能是个这个啊 性取向是吧 不太清楚 总之是个宾美人 所有这个求婚的人都拒绝了 而且这从来不孝 冷冰冰的一个女人 这个时候呢 奥丁呢就去找了这个人 他找了这个乔庄城 那个平民啊 武士啊 乔庄城武士 去找这个老国王啊 说这个帮他平定这个周边的叛乱 不愧是这个奥丁是众神之王啊 他率领的队伍 出去打仗 这个战无不胜 不仅是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敌人全部打退了 而且还让这个老国王 国土还扩张了 有点夸张啊 这边可以看到最后一个 这个远古事故 老公非常开心 这个这个 欢迎这个奥丁回来 当然他不知道是奥丁 欢迎这个勇敢的武士回来的时候呢 问他有什么 这个心愿想要满足呢 这个奥丁就提出要娶他女儿 做驸马 哎呀 这老国王就更开心啊 这一下子 好事成双是吧 两件这个心腹大患都解决了 他当然是满口答应 但是这个事情还得他女儿同意才行 因为奥丁去见了他女儿呢 结果他女儿不同意 是吧 还是按照这个 这个之前的那些惯例 臭男人一概不喜欢 这个奥丁也没有办法 也不能来硬 所以他就灰土土脸回去了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呢 又换了一个 又新生一季的 假装成一个银匠 就是卖那种首饰的 过来 过来见这个 这个公主Linda 里面先看一下布朗克的对话 这里讲的就是 莫索尼尔 他们从这个国王 万岁那个任务那儿 触发了这个名字以后 就可以 跟布朗克有这样一段对话 当然这里呢 因为这个里面 维瑟加德 已经被咱们涂干净了 所以这边触发这个对话 没有什么意义的 只是为了触发一下这个对话 好 那么继续说 这个奥丁呢 又去见这个公主Linda 但是呢 Linda这次呢 依旧不给她面子啊 随便她给多少金银首饰 她也不愿意答应她的求婚 第三次呢 奥丁又乔装成一个 这个 好吧 你先来 好 这里面讲了这个 米米尔和奥丁的这个渊源 和这个 北欧神话的记载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包括这个关于智慧之权的描述 这边有一场战斗 咱们可以合理利用一下这个墙上的水晶来打这个晕眩 然后咱们接着讲 这个第三次呢 奥丁又假装成一个这个英勇的武士啊 非常帅啊 再去勾引这个琳达 但是琳达还是不满意 还是不答应 这边拿到一个奖杯 这个弧面之下呢 就是去过这个九界之湖的每一个岛屿 就可以拿到这个奖杯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地图全开什么 配合儿子的光剑 和这个符文公子 将快速把这个巨人打晕 稍微磨他一点血 然后进去打 反正这边好像有点问题 就是一开始站的不够近啊 导致后面里面那些杂兵没刷出来 本来可以这个坐骑进去清场的 但是这个里面那些人 你骑着坐骑进来 他不刷出来 他一定要你这个自己 亲自进来 他才刷出来 那么咱们只好再来一次了 好 那么第三次呢 这个奥丁又吃鸭了 这个奥丁也是耐心有限 于是他就施了一个符文咒术 把这个琳达这个女公主 这个冰美人给弄成疯子了 施了智了 每天胡言乱语 总之是让他这个施了撒术 把他弄疯了 疯了以后呢 哎 解铃还是剂铃 他又假装成这个 神医啊 一个这个这个乌医 这个时候老这个老国王也不知情 他就这个这个和非常着急 这个女儿 这个驸马没招臣 怎么还疯了 于是找了这个神医啊 神医说这个帮他帮他看病 是吧 好 这里清场一下 这个地方叫光精灵的基地啊 顾名思义啊 有好多这个光精灵的这种迷奇水晶 什么叫设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尽量多用用这个儿子的光剑 把这些路都开一开 把这个头上的这些吊筒也打一打 有一些这个搬运纯净水的活呢 又又见到纯净水了呀 当然搬运纯净水呢 这个咱们就快进 这个比较漫长 咱们继续说 这个老国王非常着急 所以说也叫做病急乱投医 就是就找了这个奥丁假扮的这个不靠谱的这个乌医 这个这个乌医就就帮他这个女儿治疗啊 因为本来就是奥丁师的这个卢文符文 所以说奥丁要破解起来也非常容易 首先呢 他让他给这个这个琳达用热水洗脚 帮他推油 推油点AVI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琳达第一次啊 就是脸红了居然 这个之前是宾美人 从来没有什么表情呢 居然推油推的脸红 就是这个老国王也是觉得 哦 看上去嗯 像那么回事 看来这个这个乌医 确实有两把刷子 然后呢 这个奥丁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说这个要 为了防止他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有一些过激行为 要给他们安排一间这个密室啊 密室 外面听不见声音的那种 然后呢 要把这个琳达捆起来 以防他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然后这个老国王呢 就就被坑了 就听信了这个奥丁的这个 听信了奥丁的这个话 然后就真的找了这么一个 造了建了一个这么一个密室 然后把他女儿捆起来 于是呢 这个奥丁 进入室内以后啊 以下就是18禁内容了 是吧 推油推的这个琳达高潮 一波接一波啊 最后是顺势完成了 这个光荣伟业 于是呢 这个叫琳达的公主呢 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做瓦丽 瓦丽呢 这个 这个瓦丽呢 这个来头不小 这个瓦丽 他在一天之内啊 就成长为成年人 不知道是什么 剧情需要 这个剧情需要 大家不要太在意细节 一天之内就成长为成年人 然后呢 因为没有经过洗礼 所以说他也不算是 阿萨神族的一员 但是呢 他又算是阿萨神族的一员 因为是奥丁的儿子 所以在这种这个 不干不干的身份下呢 他就可以 满足各种条件 把这个瓦丽杀掉 于是呢 这个瓦丽就 把这个瓦丽杀掉 瓦丽好惨 之前又被这个 洛基利勇呢 借刀杀人 然后又被这个众神给审判了 这个霍德尔的命运 也没有比这个巴德尔好 当然好在这个 巴德尔和霍德尔 双双下地狱以后 在这个诸神的黄昏过后 他们俩又 这个回到了人间 赫拉把他们放出来 回到了人间 建立了这个第二代神王朝 包括这个瓦丽 好像也是神二代之一 诸神的黄昏 虽然说是死光 但其实没有真的死光 还是剩下一些年轻的神 第一代神基本上 像什么索尔 什么奥丽 这些基本上都挂了 第二代的这个后代 像这个巴德尔和霍德尔 他们就存活了 建立起第二代这个神王朝 当然这个是后话 好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 讲着说着说着 说着说着 咱们已经到了这个光精灵的基地的中层了 这里这个 试用一下新的这个野猪符文 野猪符文非常厉害的 在于他这个打晕眩草特别快 但是他的缺点是特别少 时间特别短 所以说总的来说 打控制还是这个乌鸦杀阵好用一些 包括这个狼的狂冲 然后这边过去呢 我有一个失误地方 就是那个 在这个三叉路口 可以下可以上的地方 前面有一个这个 可以看到 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卢恩符文的那个宝箱的 这个石头了 我忘记要把它打开了 所以导致后面又跑了一趟 好这里的话下来不光是要捡这个东西 还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藏宝图 最后一张藏宝图 这个叫光之岛 光之岛 这张藏宝图是在那个石降水道 就是那个两个老头在滑水那个地方 那边地方不然捡到一个尼米亚的粉碎重击 就那个地方捡到 这样的话咱们最后是 应该是12张藏宝图 全部搜刮干净 就可以拿到一个奖杯 宝藏猎人 这个藏宝图给的东西 基本都是一些特殊装备升级的唯一素材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必要来搜刮一下 比如说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斧饼 这个不是斧饼 链刃的这个刀饼 就是之前我特意搜刮了一些 可以收集的一些素材 这边上来先注意把这个远程干掉 要不然这个非常不好操作 你也可以放一个 儿子怎么射箭 你也可以放一个这个 儿子的这个符文攻击技能 先把它们控制 也可以利用一下这个中间那块水晶 那块水晶可以打晕眩 咱们继续说这个故事 这个没有说完呢 刚刚说了这个 霍德尔的结局 霍德尔的结局 但是这个罪魁祸首不是洛基吗 洛基的结局还没有讲 洛基最后受到了怎样的惩罚 这个洛基他本来呢 众神呢是要惩罚他 但是碍于这个面子 他因为他是奥丁 这个结拜兄弟 所以除非奥丁亲自发话 大家不敢动这个洛基 但是洛基呢自己也知道 这个自己这个在众神 心目当中的地位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义词人木童 不知道怎么怎么回事 咱们上去再再打 洛基非常失去啊 然后就从这个阿萨 阿斯加德逃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埃及尔 上一集咱们讲到的 这个埃及尔海神呢 听说这个阿斯加德的 这个这场大灾变啊 重要的巴德尔啊 霍德尔都死了 于是呢 他邀请这个众神们出来拒绝啊 吃个饭拒绝餐 什么稍微散散心 这边拿到最后一个国度纯净鳞片 这个是矮人套装身子的最后一件 这边拿到一个松鼠 这个松鼠相传是在这个 世界之树上嘛 然后在这个树上和树下两边跑 然后搬动是非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角色是有出处的 然后在游戏当中呢 你把它召唤出来 你可以让他给你挖两个石头 伸到三角的话是三个石头 这个石头是随机的 我原来看了研究了一下 认为还觉得他可能是 是不是有什么规律 咱们满血的时候会给这个红 怒气槽的石头 还是说怎样 后来发现好像是随机的 所以说不太靠谱 有时候你这个明明想要绿石头 他给你得红石头 也是有可能 这边呢 就但是他每一次出来以后都会说一句脏话 还有无聊的人整理他的这个脏话全记录 非常好玩 这边我就用了几次给大家看 当然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 这个这个召唤技能 咱们继续说这个洛基 这个爱基尔呢 就找了这个众神 过来搓一顿 就是众神都去了 结果呢 洛基居然不失去 也去了 到了那边这个吃饭的时候呢 大家假装没看见他 故意冷落他 也不想跟他搭话 这个爱基尔啊 他有两个仆人 这两个仆人非常听话 非常乖巧 然后呢 给这个众神伺候的非常到位 于是呢 众神就看得非常开心 就连连夸赞这两个仆人 这个时候呢 洛基他又嫉妒啊 洛基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嫉妒 他就想 这两个仆人都这个得到夸奖 都没人跟自己说话 于是呢 他手起刀落干死了一个仆人 这下 这个阿萨神族一下子就怒了 包括华纳神族也来 华纳神族也怒了 众人一起把这个洛基赶出了这个宴会厅 所以看一下这场空间猎气战斗 这场空间猎气战斗还是有点难的 七级八级 敌人等级很高 尤其八级那个还是带盾 带盾就意味着 他夹杂在人群当中 你很容易这个打到盾 然后弹回来 刚才这个尼奥尔德的这个魔力转圈圈 好像也是被他弹掉了 我们刚才是把这个带盾的打到楼下去了 但是呢 他这个地方不会摔死 他会从旁边那个小道再跑回来 好处是可以暂时跟他保持距离 形成单挑 等他回来的时候 这个差不多也就死了 好回来了 那么剩下呢 在这个冷却时间完了 刚好再给他来一套 就over了 所以看到这些招式非常 虽然说也是看上去挺帅 但是包括像长刃风暴那个招 这个松弱的吐槽 包括像长刃风暴这种 在杂冰战当中轻杂冰什么的 还是效率挺高的 但是他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这个冷却时间实在太长 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说呢 之前我推荐的那几招 都是冷却时间不认不认长 这个国度猎蟹 时期啊 还差一到 还差一到 这个在最后那个野灵 那个密室里面 那就是家门口背后 接着说啊 然后这边 这个暂时还不能接着说 这边看一下这个护身符 刚才战斗当中 忘记用了 这个护身符是艾吉尔的守护 这个艾吉尔的守护 这个护身符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他放了那个圈以后 虽然说你在圈内 这个获得霸体效果 而且升级以后呢 你再站在圈内还能回血 但是 但是他有个问题 就是那个圈是不动的 后面我们还可以拿到一个 就在这一集等会儿 就可以拿到一个 无限风暴护身符 那个就稍微好一点 人性化一点 那个护身符的这个圈 是跟着你动的 你这个不动的话 这个战斗次来就很被动 这里我发现这个 漏掉这个浮温的这个碎片了 回去打一下 把最后这个宝箱开一下 这个宝箱们 可能又是苹果还是号角 不知道 反正咱们都已经收集 好这样的话 光精灵的基地也就搜刮干净了 咱们把这个 虎身符先换回来 好 那么这个接着说 这个洛基啊 洛基被赶走以后 他又这个回来了 还回来不失去 回来以后呢 这个众人一看 他走进宴会厅都惊了 你怎么还敢回来 然后柏拉奇首先发问 说你这个稍微失去一点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 众神知道应该跟谁为伍 像你这样的赶紧 还是滚越远越好 这个这个洛基呢 也不跟他说话 因为他觉得这个柏拉奇 辈分上根本就配不上自己 直接跟奥丁对话 因为他是奥丁 结拜兄弟们 说奥丁这个 当年创世之初的时候 咱们拜把兄弟 你说是当时说这个 这个有福共享 有难同当 你现在把我赶出去 算什么意思呢 嘴臭松鼠 然后这个 这个奥丁心里想这个确实是之前许家的誓言 算了 让他坐下吧 免得他这个一会儿也骂得更难听 结果这个洛基一看 奥丁成谣啊 他更来劲了 是吧 在场的各位 在场的诸位 每一个他都一个一个骂过去 蛇战群儒 先是说这个柏拉奇啊 说柏拉奇 你这个只是嘴炮功不厉害 是吧 诗歌是什么 嘴炮功不厉害 真的打的时候 你把他怂包 就不敢动了 然后呢 说完这个柏拉奇 又说这个福利家 说这个神后福利家 自己老公是谁都不认识 跟自己奥丁的这个兄弟 维利和维都睡过觉 主要是这三人都长得一样 那个福利家分不出来 总之这个每一个人 在他手上都有把柄 这里我们来这个福利亚 楼下的这个密室 把这个传送门和乌鸦 给收集了 但是女武生还是照例不打 然后说完这个福利家呢 又说这个福利亚 说这个福利亚 跟这个阿萨神族啊 每个男生都有一腿 连自己哥哥福利都不放过 这个时候这个 一听这个福利亚被骂 这个尼奥尔德 他老爹就坐不住了 米米尔的吐槽 好那边我们把乌鸦打掉 但是打掉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 河口这个地区呢 现在是6缸6啊 6个乌鸦照理说 应该是收集起了 就差一个女武生没打 然后整个米德加德的乌鸦 是42缸43 然后再看一下工业 工业就是成就 成就这个奥丁之眼 现在是48个 咱们把这个打掉看看怎样 49个 总数是加1的 但是河口地区依然是6缸6 也就是说呢 河口地区 其实是有7只乌鸦 但是总数是算 但是区域技术是不算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版本更新 加了这个乌鸦 导致你一共 虽然只要打51只 就可以全收集 但实际上乌鸦有53只 其中多的一只呢 就是之前我好像第三集 第几集说的就是在那个 第一次遇到Block那个商店那旁边 补丁更新多了一只乌鸦 这就是河口多的那只乌鸦 所以一共是53个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收集不起 好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一下这个 家门口 也就是野铃这个区域 野铃呢 这个还有一点没收集全的 但是他有一个密室啊 就是第一集里面 咱们就讲到了这个密室 但这个密室呢 照理说可以从这回去的 他家门口后面 但是呢 这个这个 金集不知道为什么有个bug 烧不掉 他可能是制作人强制要求你 要通关以后再来 打完最终BOSS这个剧情 通关以后再来才能把这个金集烧掉 所以说这个密室呢 咱们相当于就这个拿不了了 这样的话咱们九届之湖啊 最后是剩下的女武神差三个 然后女武神之王未发现 然后剩下的一个奥丁度压 一个这个神秘通道 还有一个裂缝交战啊 都在这个咱们家门口 野铃的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那个密室里面 所以说这个密室 咱们进不去的话 这些东西暂时也都是 不能收集起了 这样就只能等到这个 整个流程做完 最后已经再来拿这个东西 强制全收集要放到通关以后 这个这个太过分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野铃呢 我们就暂时先先放一放 咱们接下来 这个米德加尔特也没有什么 除了女武神以外 也没有其他需要这个收集的东西了 咱们接下来去一趟这个 赫尔海姆 冥界还没有跟儿子一起去过 之前去了两次 这个第一次是老父亲自己去的 第二次是这个剧情强制 都没有探索 咱们亲自去一下 还有好多地方是需要儿子电键破坏 才能收集到的一些 这个乌鸦也好 密室也好 女武神也好 咱们这个传送一下 到这个 神秘通道的 这个 这个broker sindry的商店 提尔神店那 传送一下 现在开始这个传送 这个里面都没有故事 包括国度之间的传送 也都没有故事 所以说我就直接剪辑掉了 咱们这边顺便看一下 这个升级 这个矮人三念套的素材 就够了 都拿到了 这个 当然咱们不着急升级 因为我认为矮人三念套的 这个矮人套装 它的优势就在于 它的一级就有三个孔 基本上不用升级就能用 咱们资源和钱 它可以留到后面 升级那个迷雾套和女武神套 那个才是这个 最终的套装 咱们现在去到哈尔海姆 刚才说到哪来着 说到这个弗雷亚 弗雷亚被这个洛基指责 说这个 他跟每个男都有一腿 然后这个弗雷亚的老父亲 尼尔德 听着就很不高兴了 对吧 赶紧为女儿辩护 说这个 是吧 这个女人除了丈夫以外 跟别的男人有一腿 那不是很正常的 那不是很正常的 众人听了都惊了 还有这样辩护的 好吧 那么这个弗雷亚完了以后呢 又是提尔啊 那个那个洛基说这个提尔 也是不守诺言 是吧 要不然手臂怎么会被咬掉呢 他也不问问是谁咬掉了 这自己儿子芬利尔 芬利尔狼咬掉了 就说这个提尔不信守诺言 导致这个胳膊被咬掉了 然后又说这个弗雷 说这个弗雷为了炮妞 大宝剑也弄丢了 总之这个每个神啊 都有这个小把柄在他手里 每个神他能都能吐槽 后来索尔回来了 索尔回来 这个洛基索尔都不怕了 他可能也是酒喝的有点多 有点上头 这边我们杂兵通通不用打 直接跑就行 到了这个剧情触发点 过场景切换的时候 会把儿子直接拉过来 这里都通通不用打 一路跑就行 然后索尔回来以后 也被洛基数落一弯 索尔说你再不闭嘴 小心我这个锤子不长眼睛 是吧 洛基说这个索尔当年 这个跟巨人族啊 去东方跟巨人族 鄙视魔法 最后这个躲在这个巨人 手套里面度过一夜 是吧 各种吃鳖 你怎么不拿出来说说呢 就知道 血扬你自己那个光辉事业 杀了多少多少个巨人 索尔听了就非常生气 要动手 因为这个洛基看这个形式不妙 好像所有人的丑闻都拉满了 所以他就落荒而逃 落荒而逃 这个众神当然不会放过他 于是呢 他们就到处世界各地去找 然后呢 洛基躲了一个小地 小角落里面 躲了一个河边 他想这个 众神应该没这么快找到他 就算找到他呢 他也可以变成一条云 逃走 但是想想看 变成鱼 万一这个众神 这个织一个网来兜他 怎么办 于是呢 他自己先织了一个网 想试试看 练习练习 结果呢 网织了一半 众神就找到他了 聪明反备聪明物 然后就 他赶紧变成鱼 逃到这个水里 众神来了一看 人没有 只有一张网 十有八九 猜到了 估计是想变成鱼 这个逃走 于是呢 众神就拿了这个网 去兜那个鱼 变成一个鲑鱼 躲在溪里面 然后兜了几次呢 都没兜到 但是众神不放弃 这边 来到刚才我说 这个无限风暴 这个护神符也还不错 缺点是没有孔 但是优点呢 他放的这个技能还不错 他会放一个圈 然后呢 这个圈是跟着人物走的 这个就非常好 然后这个圈跟着人物走呢 所有靠近到这个圈里的人都会冰冻减速 而且这个符温 这个护神符加的这些点数也都非常好 可惜咱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灭霸手套 无限手套 所以说其他这些护神符 相比较而言都没那么好 这赫尔海姆之前你这个跟儿子团聚以后 就可以先过来收集这些东西 提前来的话 虽然可能女武神你打不过 但是其他东西不妨碍收集 这边最后一个这个密室也打开了 这边还有这个乌鸦和这个宝藏 这个宝藏咱们赫尔海姆还缺两样 一个在这还有一个在密室里面 然后这边这个乌鸦也打掉 好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最后一个51个乌鸦拿起了拿到一个奖杯 当然实际上咱们后面还差两个的一个是这边做密室下去 还有一只乌鸦 然后这个之前我说野灵那个密室里面还有一只乌鸦 所以一共是53只乌鸦 当然咱们也是会全收集 众神网这个洛基啊 网了几次都没网到 但是众神不放弃 结果洛基看形势不妙 就想从水面上鱼鱼 鲤鱼 跳龙门 躲过这个网兜 结果被这个索尔抓个阵爪 于是呢 索尔这边是最后一个这个传家宝 像赫尔海姆就全收集了 当然这个乌鸦也是要打掉 要不然的话地图上不算全收集 虽然你这个乌鸦奖杯是哪的啊 这个乌鸦抬头就在这个宝箱上面 这边是87 差一个女武神差一个这个乌鸦 好于是众神抓到这个这个洛基以后啊 把他这个囚禁在一个山洞里面 然后呢把这个洛基的两个儿子呢 一个变成狼 然后呢咬死了另外一个 把另外一个这个肠子拖出来 绑住这个洛基非常残忍 野蛮野蛮的北游人 然后绑住这个洛基 然后施了法让他无法挣脱 然后那个斯卡蒂 斯卡蒂我第一集就讲到 那个女巨人狩猎之神 他的老爹夏季不是被这个洛基给害死的吗 这个斯卡蒂刚好报仇 他找了条毒蛇放在那个洞口上面 然后让那个毒蛇的毒液呢 躺下去滴到这个 因为洛基被捆在那不能动 那就让那个毒液一直滴到洛基脸上 然后这个洛基就非常疼 但他又挣脱不了 然后洛基的这个老婆呢 叫西根 我叫西根 这个是他第几个老婆了 这个这个数不清了 数不清 这个西根案比较正常 他们这个哈尔海姆全收集该回去了 西根比较正常 他这个同情他老公 是呢就拿了一个小碗 在他老公边上跪着 用这个碗去接那个毒蛇滴下来的毒液 这样就不会滴到他老公脸上了 当然他这个碗有盛满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盛满的时候呢 他就要去倒一下那个碗 这个到碗的时候 这个这个毒液滴下来呢 就会滴到这个洛基脸上 然后洛基就会腾的大喊 然后大地为之颤动 然后北欧人相信呢 这个就是地震的由来 有点扯 但是反正中国神话 其他各国神话也基本上都是这件事 那么洛基就是一直被捆在那 直到诸神的黄昏到来 I see Just wanted to stare into my eyes 好吧 那么咱们把东西都安排妥当来 再补两个漏啊 一个是这个家务室那个矮人 心得理的支线任务 家务室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场景 会刷两个这个 那个眼球怪 还有两只狼好像 当时我走太急了 这边有个小通道 过来有一个宝箱 是个钱箱子 不是什么关键的要素 但是有3000块钱 这3000块钱可不是小钱 漏掉个桶子就算了 3000块钱的宝箱 还是给大家补一下 虽然不算在这个收集品里面 但是好歹也是3000块钱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一段隐藏对话 这个出发条件是 儿子喝了假酒 从提尔地窖里出来以后 上山之前 传颂会出发 好那么这个对话还是挺容易的 漏掉一旦漏掉 一旦漏掉好像我之后 读了各个存档点去补 好像都补不了这个对话 给大家补一下 大家看到有什么漏掉的东西 也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提醒我 尽量把这个攻略做的稍微完成度高一点 那么这一集我的故事就讲完了 接下来话筒交给米米尔 咱们的让他把故事也讲讲完 咱们的目标就是滑水滑到米米尔讲不出故事 其中有一些故事咱们之前是讲过 但是可以看看游戏编剧进行改编的另外一个版本 那么咱们下期见 但是他就是 Odin 我从来没有说过过完美尔的 只是巧克力 而且经常太巧克力了 那么你做了什么让他变得很害怕 那么你做了吗 好 过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让他能够制住 而我非常非常好看 适量 当我发生更加关注于人和世界 我的工作是为了保护他 去保护他自身 因为依然在余力 我依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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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真实,但他看了它是尊敬 不再相信我的 motives,但并不想拒绝 我认识和脖子,他把我捡到一棵 然后承识了一个新的状态 我认识,我认识我们来帮你脖子 哎,哥哥,那是 我认识,那是 我发生了这个城市? 我不太确定,哥哥 它被逃避了很久之前,Yormungandr 遍到城市里面露了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你会活到这里 来的 有一个图子,有很多草莓的女人 有很多草莓和看法 那是草莓,她的知识 她是一个宝贝的宝贝 她们集了所有的证明她们都可以找到 在这个界面 全部希望在增加她的娃娃娃娃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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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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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